编号 又见了 重要的事说三次 又是二世组 在节目开始前 大家记得要like and share 我们的chill channel 及面包台 你记得订阅,然后按下小丁丁 钟仔 今天讲近期比较贴一些 大家一起留意一宗新闻 英女黄衣丽莎法二世与世长辞 当然有很多side story 背脊有很多其他东西 甚至最比较如果你是外星人迷 就说英国黄衣丽莎法二世与外星人有关 而且是适应人的种族 这些说法好像已经讲到 没有哪个比较有势力的国家元首 是与外星人没关的 那不是的,可能真的有关 因为他们是外星族 要统治我们地球人 其实你身为一个国家最有影响力的人 最有power的人 身为地球有影响力的人 跟外星人有联系是应该的 不奇怪 但当然了 关于英国黄衣 其中一个是阴谋论 阴谋论就是戴安娜的奢禍以外 究竟是不是英国黄衣的策划 或者是一手道成等等 当然我们不是这一集说 但有一个很有趣的 或者是引起很多人关注 或者是讨论 也一定的 因为他说得这么重 有一个人叫Logan Smith 他直接预言 英女王会在那一天离世 他的Twitter在6月7日 22年6月7日 预言英女王会在9月8日的2年去世 然后他加上 当然他还有一行在下面 就说2026年的3月28日 查理斯3世将会去世 他不单止预言了英女王是什么时候逝世 连接任的查理斯 人家都未上任 就已经预言了他会什么时候去世 首先 阿B或者各位观众 你们信不信这个人 首先我觉得 所有这些分析 有几个因素去看 第一 Logan Smith 有什么意图 因为他现在Twitter 你找不到他 因为他已经潜了水 一旦被人追杀 真的 有人恐吓他 总之对这件事很反感 在这里抽水 还说他什么时候死 英女王什么时候死 还说柴茨三世什么时候死 就是有些外戴皇室的人 或者对这些事很反感 就算你很中也好 是 很反感 接着现在他已经潜了水 因为引起大家太易烈的口论 但是在他这个 将他自己的Twitter 转了去做一个私人账号 大家看不到之前 当然已经有人截图了 已经将他6月7日所发表的那一篇Twitter 截了图出来 所以大家都是看着图 就觉得很出奇 为什么他会早几个月 就已经知道 英女王很确定 那个日子是逝世 接着还要说柴茨三世 是什么时候去 有些人 但是又回看了他之前的Twitter的帖子 就发觉原来他每隔一排 就会说英女王死了 就是说他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人哪是准 就等于我们买球 我这么长球 说这队赢不到 就下一场又贴他赢 当然有一天赢 没理由一生都会输 那你又觉得怎么样 他又不是每天都猜他哪一天会去 但是我又觉得很有趣 为什么他这么喜欢 预测他什么时候会去呢 甚至他很有趣的地方 除了他说英女王死之外 他刚才说柴茨三世将会离开 也是在2026年3月28日 甚至他就会说 他说得很清楚 他说他死于 可能是心中心 就是说他很激愤 或者很白血本 我们俗称要白血本 面都很红 接着说红都面了 就像整个番茄那样 当然我自己这样看 历史上都有很多这些预言家 首先有几样东西看 第一 他的所谓可信性就是说 好 现在我们都还 不是 我经常说 就算你很准的 就算落茶丹玛士当年 有些人都说他不准 那你信奉他的 你都觉得说他准 不知保加利亚龙婆 你也可以说他准 有些东西又差点 又似 好像似 那有人就说 就是有些舆论 或者有些人就会觉得 我们看的人自己 安置了一些东西 就是说自己去投入这件事 然后就把他拉在一起 所以顺理成章就说 哇 多准啊 哇 多准啊 哇 多准啊 这样 第一 第二 你要看看 Logan Smith 本身他有什么动机 或者意图去做这件事 那你觉得呢 现在暂时好像不各有 没有的 因为现在就说 如果你说他不是的 他拨出位 正常如果拨出位 没理由不出样子 好像早前呢 有个通灵之王 通灵之王 就算你输了个比赛 你知不知道有几个参赛者 很红了很多人 接拨打 接到首院 接到听闻 有几个大师 好像夏年都已经满了 你都找到他的动机 是的 起码我要出名 我也要出名 就算你说追杀我 我怕你的天 我出了名之后 我赚钱 请八个保镖围住 我都不怕死 你才会这样说 所以我想 北河湖的动机就是 如果你准与不准也好 不要管 那动机就是要出名 和要为名利 但是这个 史密夫先生 又好像不是 我现在都很难清楚 可能他又觉得 他很想出名 只不过 之前没有出名 不知道出来的后果会如何 如果一中了 他现在出名 可以 但是他又怕 因为太多舆论的时候 自己又会有一种怯的感觉 所以他就突然间潜水 还有关键就是 他从来 好像之前一边看他 那些人说 留意他的博士 不知道他什么教派 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 不知道他说 不是啊 你如果比如 印度仔也好 或者你阿龙婆也好 或者 就算我们中国 我们本地 香港也好 哪怕你有神通啊 你用茅山啊 你也有名堂啊 他没有的啊 他纯粹出来就说 英雷王或者查理事三世 是什么时候去世啊 他没有说门派 没有说什么 就是究竟我占星呢 究竟我是天生神通 可能有预言之梦 真的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一个迷 但是他又说到很有趣 就是说 当然他早前 曾经开头都预言过 英雷王三月份了 有应该是 我没记住三月份 他就去世 但是后来不成事 但是后来他到月7日 那天 为什么我这么深刻 这个是他预计的日子 因为我生日 所以他预计的日子 就真的没有花没有假 这个是真的 我反而觉得 大家若然 信与不信也好 又不需要那么激愤 我们经常说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既然他也设定了一个时间 说查理事三世 什么时候去世 又要看是不是 因为历史上 我想 几百年 或者几百年 或者一千几百年 不要说几百年 当然有些先知 有些不同的地方 都有一些能力去预知 是有的 我相信的 尤其是如果近代 反而最出名的是美国的一位女士 一位女性 叫 Janny Dickson Janny Dickson 当然是有些不中的 甚至我不知道阿B 或者大家 例如当年 我小时候看《洛茶丹玛士》的时候 有些人会说 也不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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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又要想回 有些时候 也不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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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是时间的差异 或者文化的差异 他不懂 他不懂 他不明白那件事 所以他描述 或者他当时是写诗 写到有些 大家会觉得 知道他在说什么 但是又不像 但又不是 完全说 他欠战机 那我们当然知道 他欠战机 我觉得有时候 也要体谅一下 预言卡 有时候 以古代的 他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那个时空背景 也不一样 是的 也就是 就算你找一些师傅 去批名算命 或者你去找一些 做占卜的人 也好 去算你的命 才说 通常你会觉得 他说过去的东西 会很准的 是的 有时候 预测未来的时候 其实他也说 很多师傅跟你说 看你的命 就会这样 但是不是一定会这样 发生 就不一定 因为很多变数 可以在里面 而且我们的时间性 并非好像我们自己理解 这样 是的 还有 有点牵涉其他东西 还有我自己这样看 如果你说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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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天生 有那种灵感 或者很有遗根 是 他又学茅山 又学紫微斗素 等等 你要解释 要解释 不是 如果不是疫情 叫他来做嘉宾 不是 神祖上去 他来做嘉宾 帮我做嘉宾 好啊 就是他的节目 其实他本身就认识很多这些 他算了 算得挺OK的 甚至有些朋友 有些人都给他算 他仗义 又帮我算 我请了这顿饭 几年前 我曾经上去 跟他在那儿喝饭 吃饭 他帮我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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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有说过 帮我听说 我家里有个 来着 小心点 看着 你那个女性的长辈 他会走 会过身 即是未来 但他没有完全讲 什么时候 即是很快的 即是不会很远 你留意一下 那 我不知道你信不信 那时候我也是警察的 那时候 我的女性长辈也有 家里有一些 有几个 而最终就是 我婆婆是走了 所以其实 就算他预计到 但是他也不能预防 他突然一突然就 拜拜了 所以 这个心理准备你 叫做 我觉得有些事情 他要来就要来 就算你知道 他告诉你 要你小心 那你怎样小心 那段时间最好 不要经常走很远的地方 免得 如果他真的走开 那次就是 我舅父和他在家 但是话说 就是他突然一突然 然后就喘气 就坐在梳化上 所以就是 我说的经验给大家 就是说 其实是 那看你信不信 当然我也都 好像阿B 所谓信他 所以信他 之所以信他 就是 他帮我测过很多东西 都很准 甚至 有些人说 比如有些不同的方法 去看 又真的挺准的 我曾经有个朋友 又是美女 又是美女 认识那么多美女 什么时候认识帥子 美女得尼 他也是准的 接着帮我开盘看 我有几多个女朋友 紫微斗素的名称 对 紫微斗素 再加八字 我年多少个女朋友 这个盘应该看不完 这个年纪比你的 这个对你挺好的 为什么继续不跟他在一起 他很喜欢你 因为这个师傅 我跟他开始熟 但他不知道我这么多 没有说这么多 他就说你很精彩 感情生活 那段感情生活很精彩 你会有很多女生 他就会立刻害怕了 然后逐个说 女生听完就算了 已经过去了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 我觉得这样的 没有说一定要导人迷信 但是看你自己信不信 但我觉得这件事 还有下文 我觉得 Smith先生 应该是先生 他其实是不积民的 如果他现在要闪了帮助 他现在要闪了帮助 即是禁止帮助 不 他不代表他不会再拋出去 我觉得他会等到 2026年查理斯三世 走后 未必你知道世界那麼多重要人物 每天那麼多人生生死死 突然間他又預計到不知甚麼 可能又忍不住手 又要摸鋪也不出奇 他不一定要預計英國皇室 或者不一定是生死 可能他會預計到其他世界大事 可能會摳頭出來也不出奇 我們就拭目以待看看他會不會摳頭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跟大家說說甚麼有趣的話題 或者鬼秘古怪奇趣的話題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 搖輪 小人 蘑朝